台北市議員潘淮宗 李慶元 侯漢廷 跟卓木鳥聯盟召集人林月龍博士 將生技公司捐贈的800份消毒錠 轉贈給台灣大車隊台北市防疫車隊 以及文山區貓欄計程車隊使用 名單跟團隊感謝企業在防疫關鍵時刻 無私奉獻 讓運輸移動更安全 一跟吳董一講 他非常的熱情 然後他也覺得說 在現在就是大家共同防疫的這個時刻 其實他也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有物資出物資 然後也希望大家共同團結 由於計程車空調是鎮壓系統 加上多數人搭車都習慣緊閉門窗 業者示範將消毒錠封到車內出封口 既由空氣濕度激活 消毒 有效分解空氣中的有害污染物 我們在去年經過國防疫學院的 預防疫學院研究所 也就是P4實驗室 針對新冠狀病毒去做的滅菌測試 我們的滅病毒率達到99.99 是在空氣上可以改變它的這個空氣品質 那當然會對防疫計程車 尤其是我們在現在在執行中的這個車輛 會有相對的幫助 日前普利生技公司已捐贈了台大醫院 北市聯誼 熱血協助抗疫 而面對過年前夕 海外國人大量返台 疫情變化讓各界不敢掉以輕心 也希望透過捐贈 讓大家都能安心過年 共渡疫情難關 記者顧參詠 台北採訪報導 中文化 中文化 下午 中文化 中文化